所以有人問,這個八關災界過五,它的最主要的是哪一條呢? 它的具體是哪一條?是最後的,跟大家分享 八關災界的具體都是著重在哪一條? 就是我們今天所唸的,不非時時,有沒有看到? 我不殺生,不拖道,不隱喻,不虛狂語,不飲酒,不歌舞作業,香曼吐彩,不坐高廣大床,不非時時 有沒有看到嗎?有沒有? 有沒有?大概第三行,第三行最後一句,不非時時 不非時時的意思呢?就是教你們過五不時 大家可以看,這個正宗,把大家寫出來 八關災界最主要的,它的具體啊,它的關鍵就是在這一條 意思呢?不代表說,其他的七條是不是不重要,不是 每一條都是平等的 那為什麼要把這一條作為最重要的呢? 有些人問過五不時,以什麼樣的時間為標準? 很多國家不一樣 比方說西藏過五不時是兩點 西藏喔 北京的時間,他們的過五不時的最慢 十一點半 泰國最遲的十一點二十分 印尼以什麼時尊最標準?十二點 那我們今天要以哪一個作為標準呢?我們就以時間十二點為標準 十二點過了一秒 這一秒呢,如果你還有吃東西,你就屬於飯界了 所以,以十二點為標準 那有人說啊,師父,過五不時 什麼樣的東西不能吃,什麼樣的東西可以吃 有人說啊,我可以吃喝蜂蜜啊 或者糖水啊,或者薑水啊,或者種種的 如果你們身體很健康的話 蜂蜜糖水也不用喝了 老老老實實是喝白開水就夠了 很多人啊,找藉口 你看師父以前啊 過五不時是怎麼過五不時呢? 又不問清楚老師 我以為啊,過十二點不能吃 就是等於十二個小時嘛 那三更半夜十二個小時就可以吃了 所以我每一天三更半夜十二點啊 我剛剛出家的時候,那個時候我剛剛出家 我每一天三更半夜啊,十二點啊 過了十分鐘 好像二鬼一樣啊 去廚房啊,煮麵湯 以前我都有這種不好的習慣 又搞不清楚,要老師教我吃午 晚上三更半夜十二點,哇,肚子好餓啊 去廚房啊,偷偷啊,煮那個麵,泡麵 煮好了,躲在房間慢慢吃 反正師父也不知道 阿彌陀佛欺騙自己也欺騙眾生 所以呢 所以很多人啊,說可不可以這樣 如果你身體很健康的話 那就不用吃了 也不用喝,喝白開水就好 如果真的不行的話 糖水、蜂蜜可以喝 那如果我們身體不健康 要吃藥怎麼辦?沒關係 死界裡面有開源 你可以吃 吃一些食物 因為我身體不健康 我需要補充 我需要吃藥 我一定要吃一些食物 那你就吃沒關係 還有很多 那這樣子為什麼 把這個過不食物為具體呢? 很多人說 災就是吃素 吃素就是災 那個是錯誤的觀念 吃素不代表災 但是你持災也可以不吃素 你看泰國 你看泰國 泰國那邊吃 都是靠那個托波來的啊 他也沒有什麼樣 選擇哪一個不可以吃 有什麼都吃什麼 有昏的也有啊 那這個災的意思是什麼呢? 為什麼要過不食呢? 意思就是告訴我們 有淨化的身心清淨 就是遠離妄想的作用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因為眾生的生食的關鍵 就是因為營益跟飲食 你要記得這件事 為什麼? 為什麼把這一條當作具體? 因為眾生的生食的關鍵 都是營益跟飲食的關係 為什麼? 因為營益是生食的根本 飲食是生食的助緣 你要明白這個道理 營益嘛 所以《論言經》裡面 佛告訴我們 營益不出 成不能出啊 營益啊 我們的營益 所謂啊 愛不重不生縮破 你想要了生死出三季 超越六道輪迴 首先你必須要斷營益 因為營益最難修的 所以不容易 但是我們受八萬在這 只有一天而已啊 第二天之後我們照樣啊 該做什麼?該做去做 當天那一天 所以營益是生食的根本 生食的根本 飲食就是我們生食的助緣 所以為什麼把這一條 作為我們的具體 所以大家必須要知道 十法界裡面 六道裡面 為什麼有六道? 六道的根源就是因為有執著 四聖法界裡面會有四聖法界 這是因為有分別 有執著有分別 所以你不能超越 十法界的原因就是在這裡 你能夠把執著 把分別先通通放下 那就等於你就成佛了 西方極樂之間 就是代表這個法界 所以你這一生念佛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難得啊 非常難得 最後 最後 過不實 該吃的不該吃的 我也跟你說了 如果真的你瘦水八觀再見 你的身體很好 胃很好 你就盡量 不要連蜂蜜 糖水 薑 果汁 也不用去喝了 喝白開水 更好 如果你真的身體不行 還是不是很好 那就蜂蜜你可以喝 糖水你可以喝 這些你可以來喝 這些八觀再見 我已經跟大家簡單說明了 該怎麼塑持 該怎麼樣行持